我们看二次二这边 那么二次二进入到所谓的 多项四方程式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当然你会觉得说 好像跟国中那个时候就讲到什么 一元一次方程式 什么一元二次方程式 还有二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其实从国中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讲方程式 那么在国中的时候 大概当然都比较容易找到 答案我们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而且都是十根 那现阶段我们大概就要针对 高斯的贡献 就是说他针对的不是十根的部分 那些虚数的部分 他去做的一些说 所以大概这个东西 为什么放在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来上 也就代表说在方程式这个部分 在方程式这个部分来讲 已经是大概就做一个ending的感觉 做一个完结篇的一个想法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简单的写了一些小小的历史 对不对 在这个1802年的这个 阿贝尔这个数学家 证明了五次或五次以上的方程式 是没有公式简 大家注意到这个阿贝尔他活了几岁 你可以看一下他活了几岁 他只有活了 我们用个红色的比较明显 他只活了27岁而已 他只活了27岁而已 他非常的年轻 然后呢就就就走了 可是呢你想想看他才活到27岁 他就已经留下了很多的 这个重要的一些公式啊 重要的一些定理啊 什么的 而且现在好像 我忘了哪一个单位 就是说有一个单位 他们颁发的那个数学奖的名字 就是用阿贝尔这个名字来做命 就是为了纪念他 为了纪念他 那么 高斯的话呢 他是提出的所谓的代数基本定理 那他针对了一般的负系数的 N多项方程式来做一些讨论 那所以大概就已经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说针对方程式找根这个来讲 就已经是 差不多完截篇了 就是说 从以前的是找到石根 然后怎么样的石根 然后呢去讨论讨论 然后到现在来讲 我们就会去讨论到 他有须根啊 石根 负根这些东西 然后呢 去做一个一个总结 所以 那高斯的部分 老师昨天也给大家看了这个 德国马克的石元马克的一个 上面的伟人就是他 那那张钱他大概是1994年 1994年 距离现在大概20几年前 所以当时就等于是差不多 欧盟已经在谈要合作了 但是还没合作前 各国各有各的钱 对不对 所以后来到欧盟成立了之后 当然各国的钱就收起来了 那所以当然 昨天看到那张钱 他现在就放在博物馆里面 那老师有去问了在德国的朋友 他们说现在这张钱 那个价值就已经不止10元马克了 就是因为他一方面 也算是一个有纪念性的一个 的一个钱 而且当时在 因为他10元的马克 他的一个价值来讲 也是我们昨天讲过 大概他差不多相当于台币 大概三四百块左右 所以就大概也许你每天出门带一张 可能用个一天就差不多也就够用 所以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个10块的马克 那么 所以可见说 这个高斯他在德国受到的重视 等于说他非常的有一个纪念的价值 纪念的价值 那老师刚刚利用下课的时候也查了一下 有多少个数学家他是放在各国的一些印在钞票上面 就像昨天的高斯一样 那英国也有 还有意大利也有 那个不同国家都有 那么大概我看了一下 目前根据我刚刚所看到的Google的那个答案 目前大概有八位数学家都被放在一些不同国家的钱币上面 包含了牛顿 包含了尤拉 这些可能同学们比较知道 还有蒂卡尔 蒂卡尔也有 蒂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一个 这几个大概可能同学们都见过 那其他有几个可能同学们就应该是没听过 因为他们的那个理论比较深一点 所以可能就高中范围就没有遇到 所以大概目前来讲 有曾经有七八个数学家 被他们的国家所 算是受到一个重视 印在钞票上面 让大家去做个怀念 所以不完全一定都是要放一些什么总统啊 什么将军啊 或者是这个当然不一定 各国这个钱要怎么印我们都尊重 但是那像有的国家会放一些文学家 好像如果大家去过日本 拿到日币上面就会有那个 那个他们之前拿文学奖的那个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他们那个是一个文学家 就是印在钞票上面 也是代表说对这种伟人的一个重视 那当然有些国家就是放一些军 那个穿着军服的那种将军啊 什么的那个当然就一些 这种意识形态上当然难免就比较严肃一点 我们讲这个严肃一点 我们都还是尊重了 反正钱的重点是要拿来用 到不完全是为了看上面是什么 这样子 那反正大家就做个参考 就做个参考 来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来我们把那个画面推一下 来我们看到我们的一元二十方程式的解这边 一元二十四方程式的解这边 所以这一段在上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点点在上复习的感觉 因为讨论到一元二十方程式 那一元二十方程式的部分 国中所讲过的跟的公式 这个当然要把它注意到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公式 要准备巧考同学注意 那个跟的公式下礼拜应该会用到 不过下礼拜是那个模拟考 对不对 下礼拜一礼拜是模拟考 那这个再过4月8号才是正式考试 大概跟的公式是一定一贯都会用到的公式 好那么 虚跟嘛 当我们的跟它出来的时候 是有一个I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叫做虚跟 因为这个跟它是用虚数来表达的跟 我们就把它叫做虚跟 那虚跟这里的重点是 最下面这四个字 请大家把它画起来 叫做 共二虚跟 为什么叫共二虚跟 我们看到它上面这个例子 X二方加二十加三等于零 这个跟我们去解的时候 当然它这边写的是配方 你也不一定要用配方 你也可以用跟的公式 这个都没有关系 反正国中教的方法 配方法或者是跟的公式 都一贯的有用 都可以用 重点是 这边我们做做做 做到后来 X加一平方的 开根号 X加一等于正负根号2I 因为负二去开根号之后 变成的是正负的根号2I 再次提醒 我们写I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I跟这个根号 要把它分开来 I绝对不可以写到根号里面 因为I本身已经有根号 所以你不能再把它写到根号里面 这样变成两层的根号 那个意思又不一样 所以这边再次提醒 I有时候真的一个顺手 不小心就会把这个 你根号写太长 或者是这个I小小的 你就把它放到里面去了 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动作上面 要注意 在表达的时候要注意 好那么 那么负一 然后这X一向过来 负一加减根号2I 对不对 那这时候 负一加根号2I 当然是一个虚数 或者说是一个负数 因为有I 对不对 还有负一减根号2I 这也是一个虚数 也是一个负数 那这时候 X的根 负一加减根号2I 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I的部分 它是有正有负 有正有负 所以我们在 那个二之一讲过 当我们的虚部有正负的时候 X部是一样的这种负数 我们把它叫做共二负数 我们把它叫共二负数 那现在这个共二的情形 发生在我们的根 我们就把它叫做共二虚根 针对方程式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叫做共二虚根 所以它的这个 原文就是写这个 Conjugate Imaginary 所以共二 对不对 虚数 那个虚根 根就是写root 根就是写root 所以这个名词上面 大家就了解就好 老师不是要你们 背英文单字 不是要你们背英文名词 而是说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写过去 你就知道那个意思就是 针对我们这种虚数根 它同时虚部有正也有负 所以我们把它取这个名字 把它取这个名字 所以这边我们把这个名称 大概提醒一下 大概提醒一下 来我们看到下面这边 六十 四十五页这边 四十五页这边 相信大家一定觉得很眼熟 这个 这个式子其实在国中 应该就写过 好 然后在高一那个时候 上到那个 方程式这边也写过 所以四十五页这边 老师并不是要你们去再再写 是说 这个部分 在讲的东西 其实跟以前的都一样 我们针对 AX二方加BX加C 我们去做一个 配方的一个计算 它为什么要去做配方 因为我们要去把 根的公式 把它怎么样写出来 就把它写出来 所以在这个配的过程中间 第一件事情 领导系数A把它提出来 对不对 领导系数A把它提出来 那么里面的部分 你们发现 这个X像一次是B 就要把它怎么样 除以2 把它除以2 那本来A提出去 所以这边又多一个A 会有这样的一个构造 那么里面配方多了什么东西 外面就要减掉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在做配方的时候 一贯的强调的 配方这个动作 它为了配平方 所以我们要多加什么东西进去 那本来这个式子是没有的 不要忘了我们的方程式叫做等号 对不对 Equation这个东西 本来没有的 你多进去 所以我们再把它扣回来 所以才会外面就会有个简的 旁边有个简的 好 所以这个问题知道就好 然后我们把它就去做通分 通通通通 通起来 再把这个A移过来 变4A平方分之B方减4Ac 所以在两边看根号 X加2A分之B 什么什么东西 最后就这个结论是在这里 等一下 我们把它画一下 好 最后的结论是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以前同学们在国中的时候 背过的公式 X等于2A分之负B 加减根号的B方减4Ac 所以麻烦准备巧考的同学 你下礼拜模拟考或者是巧考的时候 这个公式 应该一定会用到 那你不要跟我说忘记 这个很重要的公式 来 那么这个公式有了之后 这个公式有了之后 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公式去做一个讨论 那讨论什么东西 对不对 2A分之负B 没什么要讨论的 因为你A就是某一个系数 对不对 B解是某一个系数 重点就是发生在这个根号里面 发生在根号里面 因为根号里面 它到底会是正的或负的或是零 它会产生的这个根的状况 就会不一样 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三段的讨论 如果它是正的 根号里面如果是正的 它就是一个 比如说根号5 根号30 根号65 都没有关系 它反正就是一个正数 那么 2A分之负B 加减一个正数 加号是一个正数 减当然也是一个某数 对不对 反正就是 那加减一个某数之后 变成两个不一样的数 就叫做 两相亦十根 我想这个名称 大家国中就已经背过 就很快做个回顾 好 那今天如果根号里面 刚好是零 B方减10AC算一算 刚好是零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对不对 它的根号就不见了 那么你只剩下 2A分之负B 那么 不要忘了 我们这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会有两个根 可是呢 你因为根号是零的情况之下 X变成2A分之负B 它就变成了 看起来只有一个根 但是呢 它叫做什么 叫做重复的根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重根 要大家注意 这边不能 我们中文不能念重 要念破音子 念重复的意思 重复的根 叫做重根 那它的重复 就是叫做什么 相等十根的意思 相等十根的意思 所以我们前两段 不管你是相亦十根 或者是相等十根 这个 在国中的时候 就已经强调过 要把它记得很清楚 那现在我们的 共二复数这边 根号里面是负的的时候 是负的的时候 它因为产生了I 对不对 它就叫做共二须根 它叫做共二须根 那所以因为我们是根据 根号里面这个B方减4AC 去做的一个计算 去做的一个所谓的讨论 所以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在国中也讲过 我们就把B方减4AC 叫做什么 判别式 判别式这三个字 我相信同学也都看过 不要跟我说 到了高三 这三个字又忘记了 而且其实在我们的整个 不管是国中或高中的 这个数学范围里面 用到判别式的这个地方 其实还蛮多个 当然最常见的就是 现在的这个B方减4AC 所谓的根的判别式 根的判别式 那么判别式它就是 discriminate 这个字 这个字也蛮常用到的 所以大家要认识一下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在一般的各个学科里面 常常会用到 它去做一些判断 你不一定判断正负或者是零 有时候你可能判断有或者是没有 或者是判断发生或不发生 都是用到这个字 都用到这个字 那么 所以大于零 等于零 小于零 不要忘了 那个有三个字 老师在复习一下 就是叫做 我们的数学里面 常常会用到的一个状况 叫做什么 叫做三一律 叫三一律这三个字 为什么叫三一律 就代表说 有三种情形 大于零 等于零 或者什么 小于零 一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发生一种 三种情况发生的某一种的这种规律性 我们把它叫三一律 也就是说 你任何一个这种 一元二次方程式这种 这个式子出来 你的判别式一定是其中一种 对不对 你不可能 不可能同时有一个判别式 又大于零又等于零 不太可能 这样懂的是意思 就是当我们的某一个题目 不管A是多少 B是多少 C是多少 出来之后 它的判别式就是只有三种情况 里面的其中一种 里面的其中一种 所以这个部分的讨论 也跟我们的三一律是吻合的 是吻合的 来最后一句话 我们请看到 十根存在时的这句话 那这句话在讲什么 如果有十根的话 按一下 如果有十根的时候 它的判别式就会大于等于零 你会想说 老师刚刚不是讲三一律 只有一种情形吗 不要忘了 它这里的前提是说 有十根 有十根 它没有讲说一定要相亦 或者是相同 所以有可能相亦就是大于零 有可能相同 重根的时候就是等于零 所以如果只是讨论 十根的存在 那么它的判别式 就是变成是大于等于零 变成会是叫做大于等于零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没关系 这个只是一个状况的讨论而已 所以重点是 我们要把上面这个表格的 这三件事情要把它分清楚 所以以前国中的时候是讲 相亦十根 相等十根 无实数解 对不对 再回忆一下 国中的答案叫做什么 叫做无实数解 来 那么我们也讲过 就是说 我们学过了这个所谓的 复数的观念之后 这个无实数解的这个答案 就变成是废物了 这样子 你就不能再回答这四个字 这样懂吗 回答这四个字的话 是国中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学过 挨这个单位 或者说挨这种观念 所以我们找不到答案叫做 无实数解 其实就是无解的意思 对不对 那可是呢 现在我们学过了i之后 它就变成是没有实数解 可是它有虚数 或者是说有复数根 叫做共二虚根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我们一开始二十二 先把我们一元二次方程师的一个 跟着公式复习一下 然后把判别是在 判别什么东西 我们大概把它回顾一下 然后呢 把它正本清源 以前没有讲完的部分 国中只有讲了前两个 第三个变成只有讲一半 那现在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讨论 做个完整讨论 来我们看到下面 所要逆时边 是把那个 把那个写一下 来 这边就暂停这个分享 然后换那个 来我们看到下面 所要逆时边 我们看到所要逆时边 把它就实际写一下 实际写一下 其实等于在跟我们 平常在写方程师的话 是一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意思 来那个 在这里 我们看到45页的 下面的双练习 45页下面的双练习 的第一个 x二方加4x加13等于0 x二方加4x加13等于0 他说解下列 一元二十方程式 x二方加4x加13等于0 那当然我们 两种做法 看你是要直接做 跟的公式 或者是要去做 所谓的配方 这个都可以 这个老师都没意见 反正你做得出来 就可以了 但是呢 要记得计算要小心 所以我想我们 那个先做配方好了 来x二方加4x 所以要巧考同学注意一下 很快把配方的部分 做个复习 配方部分做什么 那以这个问题而言 当然它的x二方的 系数是正1 所以这个就不用去做 那个提那个a的动作 没有代表1嘛 对不对 那4x也没有问题 先摆着 那针对这个去做配方的时候 我们的一次方的 系数是4 对不对 所以配方永远要记得 这件事情 我们是针对一次方的系数 把它除以2在平方 那现在呢 它的系数是4 把它除以2之后是2 所以加上平方还是4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加4的情况之下 因为刚好2是 2这个数字比较巧合 你把它乘以2也是4 平方也是4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4是为什么来的 来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配方的话 正13一项变成是-13嘛 然后你按照配方的关系 左边加4 右边也要怎么样 加4 这个永远不要忘记 这个永远不要忘记 所以做配方的情况之下 我们针对一次方向的系数 除以2 再去做平方 就得到4 那左边加4 右边也要加4 那本身它原来这个正13 我们一向到右边 就变成-13 所以我们做配方的时候 不要紧张 不要急 你就慢慢的一个一个行 一定配得出来 你放心 一定配得出来 来那么 左边就变成x加2的平方 右边就变成什么 -9 对不对 右边就变成-9 好那所以根据我们的 开根号的关系 x加2 左边就剩下x加2 那右边的话变成什么 正负根号的-9 那当然我们就要先去写成什么 正负根号的9i 然后再去写成 正负的3i 再去写成正负的3i 所以要特别记得 i就是为了我们的根号里面有负的这个 这个负1的这个符号而产生的 所以根号负1写成i i和根号要分开来 然后这时候根号9再去开根号就是3 就是3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x移向过来 就是变成-2 加减3i 负2加减3i 那这两个根叫做共2须根 你也可以叫共2负数根 这个名称上就没有规定一定要这么念 大概知道重点是在共2这两个字 在共2那两个字 就是同时有正也有负 同时有正也有负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说做配方的时候 我们大概这样子简单的把它配一下 第一种做法是做配方这样子 那第二个我们如果说去做公式解的部分 我们去做公式解的部分 那当然既然所谓公式解 那当然就要把公式背一下 你不可能说做公式解就有公式没背 那这样摆打 这样摆打 来所以公式解的部分 x等于2a 现在a是1嘛 2a就是2乘1 然后呢负b b是多少 4所以负b叫做负4 正负 来注意我们就直接写了 b方减4ac 我们顶多在旁边把b方减4ac算一下 b方减4ac这边的话呢 b是多少 16嘛 对不对 减掉4乘以a再乘以c是13 所以16减掉多少 52 16减掉52 那变成是多少 负36 对变成负36 好 所以这部分反正一些数字的计算上 大家就注意要小心计算 不要公式会背的 就反而计算错误 那这样也很可惜 所以 这个部分来继续把它做完 2分之负4 来这时候呢 根号负36 对不对 根号负36就变成什么 把负1写成i嘛 36就是开根号就是6 所以它变成正负的根号 没有根号了 变成是6i 变成是6i 因为根号36是6 根号负1是i 所以这时候再去做一个 约分负2加减3i 负2加减3i 所以我们的这个 解1元2次方程式的部分 看你是要做配方 或者是要做公式解 这个都可以 这个并没有规定 一定要做哪一种的一个做法 反正做出来就好 做出来就好 来 所以我们的那个45页的第一小题 就答案是负2加减3i 我们就请大家就自己练习一下 自己练习一下 来那个45页我们就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是什么 x二方加x加1等于0 x二方加x加1等于0 来那么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x算出来 把这个x算出来 所以这时候来我们大概就 它刚好这些系数都是1 这些系数都是1 所以我们就写跟着公式好了 我们就写跟着公式 x等于2a 负1 b是1对不对 加减根号 b平方 b平方是1对不对 减掉4乘以a a也是1 c也是1 所以变成1减4 也就是多少 负3 就是负3 所以根号里面是负3 那这时候就变成2分之负1 加减根号3的i 所以老师再次提醒 根号3i 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开来写 千万不可以把它写在一起 写在一起就是一个 这个完全的错误 完全的错误 好 那所以这时候 这个2分之负1 加减根号3i 它就已经是 也没有什么好约分的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好再做下去的 所以这个结果 它就会写成2分之负1 加减根号3i的一个结论 这是它的结论 来那这个问题这边请注意 这个问题这边请注意 就是说 这个两个根呢 它刚好很妙 它刚好很妙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一般而言 它的一个发展 这个第二小题 它会有一个发展的问题 我们大概顺便提一下 顺便提一下 我们今天如果说 因为它有两个根 对不对 2分之负1 加根号3i 我们如果令它等于w的时候 令它等于w的时候 那么蛮妙的一件事情 就会发生了 如果我们假设 2分之负1 加根号3i是w的话 那么 它的另外一个根 2分之负1 减根号3i 就会是它的平方 就会是它的平方 就是说 这个两个根 2分之负1 正负根号3i 如果其中一个射程 z或者是w 它就是一个负数的代号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刚好会是它的平方 刚好会是它的平方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2分之负1 加根号3i去做平方 就会得到它的 共2负根 会得到它的 共2负根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简单的 做一个 那个 验算 譬如说 w平方 对不对 因为w平方 我们就去做 2分之负1 加根号3i的 平方 所以这个平方 我们就真的去把它做平方 那当然分母是4 我们就写1分之4 那分子的 平方 负1加根号3i 去做平方 我们就按照平方公式 写一写 来 会变多少 负1的平方是1 然后呢 它变 减2ab 对不对 变成是减掉 2根号3i 然后呢 再加上 根号3的平方 i平方 注意 根号3平方是3 然后呢 i平方多少 负1 所以 3乘负1 变成是负3 后面有个负3 来 那么 四分之一的 1-3-2 再减2根号3i 所以这时候把它约分 把我们这边 把这个2约掉 就变成是 2分之 负1 减 根号3i i没有写到 i没有写到 来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们确实 如果把 加号的这个 设定成一个 w的时候 它去做平方 就变成是 会做到 它的共额 这个须根 会做到 它的共额须根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我们如果去做相加 我们把这两个 去做相加 用 那就是做 这两个相加 对不对 所以注意哦 二分之 负1 加 根号3i 加 二分之 负1 且 根号3i 所以 这两个 有i的部分 是不是刚好消掉 剩下 二分之负1 加两次 就变成多少 负1 然后呢 如果去做相乘 我们如果去做相乘 我们把这个 这个w和w平方 去做相乘 那就相当于是在做什么 相当于在做 二分之负1 加根号3i 去乘以 二分之负1 减根号3i 那分母乘起来是 四分之一 没问题 分子的话 有没有发现 变成一加乘一减 就变成是 a加b 乘a减b 变成a方 减b方 也就是变成什么 a方是1 减掉b方是多少 那个 根号3i的平方 负3 所以是减掉负3 所以答案变成1 答案变成1 那当然 这边乘起来 是变成是三次方 变成三次方 所以老师 写这些在写什么东西 请注意 两个加起来 就是我们在做 所谓的两根核 两根核的那个 根以细数 两根核的根以细数 那你如果以根以细数 来做a分之负b 那个公式 它这边就会得到 负1 所以这个是两根核 我们把它注明一下 两根加起来 那这个叫做什么 两根的乘积 两根的乘积 那你会发现 这两个乘积 乘起来刚好会是 我们那个w的三次方 w的三次方 那它乘起来会等于1 那这个两根核 跟两根基的式子 同学可以先翻到 后面的47页 很快的回顾一下 注意要还是要打话一句 要考巧考同学 麻烦你47页的下面的公式 一定要背起来 当然47页上面的也很重要 那个讨论我们 一样高一那个时候 一定也讨论过 所以其实二次二这一段 等于是要有点复习以前的东西 所以注意哦 我们先看到47页下面的根源系数 这边 ax二方加bx加c等于0的时候 它两根是αβ 那么它的系数满足 相加会等于-a分之b 有没有看到 两个公式老师 很快在这上面借用一下 a分之-b 还有a分之c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刚好 它的系数都是1 它的系数都是1 对不对 所以 a跟b 1分之1除起来是1 负1没有问题 相乘的时候 a分之c 1分之1也是1 也是1 所以 这个地方就呼应到 我们47页的根源系数公式 当然这个我们 这一节可能来不及讲到 下一节还会再讲到一次 所以这边再次强调 那个47页的上面的图形 跟下面的公式 如果要考巧考同学 麻烦你要把它搞清楚 应该会用到 因为这个部分是在我们 1元2次方程式来讲 算是很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 那所以 我们把它回来看现在这个地方 这边加起来是 这边乘起来三次方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这个 1带回来这里 我们那时候后面写一下 就是变成说 Omega平方加Omega 加1 等于0 本来这题目是 x二方加x加1 等于0对不对 那现在因为你的x是等于0 是等于Omega 这个w对不对 所以我们写进去 w平方 w加1等于0 然后再把这个1换成 把这个1换成 刚才我们两根层积的三次方 所以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3次方加2次方加一次方 会等于0 注意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跟我们在2-1所写的一个式子 1加i加i 应该这么讲 来 从来 i加i平方加i三方加i四方等于0 这个式子是不是就很像 这两个式子是不是有点像 只不过在i的时候 四次一循环 一次方二次方 三次方四次方 加起来等于0 现在这个是三次方二次方一次方 加起来也是0 那这里的这个w 它是从x二方加x加1等于0 这个方程式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很妙 它会跟我们的i的四次一循环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它也是连续三个相加为等于0 连续三个相加为等于0 那老师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的43页这边 前面的43页的那个习题 我们昨天已经规定了习题 习题的2-1的第7题 可以看一下 43页的第7题 进阶题的那边的第7题 就跟这个题目是有关系的 所以老师这边等于顺便利用我们把45页的 选页2跟我们43页的习题的第7题 我们就做一个呼应 做个呼应 这习题的第7题 它也是在做 X二方加X加1等于0的那个根 它也把设定成 W也好 你要说它念Omega也可以 因为如果这个字 它如果是罗马文字的话 它就念成Omega 都没有关系都可以 我们只要知道就好 那你会发现它下面的第二题 习题器的第二题问什么 1加Omega 1加W加W平方 加W三方 加W四方 加W五方 就跟这个会有关系 所以我想没关系 这个部分我们就顺便把前面的那个习题的第7题 把它提一下 这是有类似关系的 这是有类似关系的 所以45页的第二题 跟我们的43页习题的第7题 你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看 因为它的方程式是同一个 那它的做法上也是会有关系 也是会有关系 那所以我们前面这边 刚才的两根核两根基的话 我们这一节可能时间不够 我们大概下一节再把那个根影器处把它讲一下 所以方程式的那个所谓根的公式 还有所谓的根与系数关系 在我们的这个高中数学范围里面 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使用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所以老师一直强调 那个要考巧考同学 你真的要把这种公式 那个搞清楚 把它搞清楚 来那么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在那个立体一这边 立体一这边的话呢 它是针对我们的46页的立体一 46页的立体一这边请注意 它就是把X二方加X减K等于0 它是去讨论 从K的范围讨论根的关系 看看K是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根就是什么状况 那所以这个问题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的根的状况 当然就分成三种 譬如说你是相议的 我们的十数根或者是相同的十数根 或者是所谓的共二的那个情形 那这三件事情 当然它就是从什么来 它就是要从我们的判别是 一个大于0 一个等于0 一个怎么样 小于0 然后再去看看这个K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46页的立体一 它也是很标准的一种 一种讨论的提醒 它就要从判别式去做 不过来没关系 我们这个 回忆式时间快要到了 我们立体一 我们就下一集再做 我们就下一集再做 可能要休息 被迫要休息 等一下自动切断 OK来老师把分享关一下 好吧 我们就下一集是几点开始 9点25 好不好 我们就休息吧 休息14分钟 来吧我们就先休息吧 谢谢大家